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ACEC基督徒看新闻频道,我是文华 今天是一个中旅主日 我今天还是请李弟兄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华人比较关注的新闻话题 你好李弟兄 文华姐妹你好,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耶稣爱我们 我关注了一下美国今天冠状病毒的疫情 感染人数超过33万,死亡人数9000多,接近1万 除了美国这样严重的疫情 加拿大,欧洲,还有南美洲各个国家 其实疫情还是在持续的蔓延中间 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消息说 已经各个国家在联手在控告这个中国 打算要向中共索赔 你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闻 是的,美国今天即止到4月5号 美国的确诊新冠状中共病毒人口 人数已经到了33万 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 上个星期才13万 这个一个星期就增加20万 这个形势的确很严峻 美国,英国,还有印度 都在向法院提出正式的起诉 中共政府说他们故意隐瞒数字 发动了这场向全世界各国国家 其实有180多个国家 进行了突袭战争 美国和印度都要求赔偿20万亿 然后英国要求赔偿6.5万亿 华人一个网站在进行民意调查 他就是问如果中美开战的话 你作为华人你是帮美军还是帮共军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网上几乎一面倒的 华人都说82%都说支持美军 只有8%说支持共军 然后10%说是保持中立 从军事方面我们看到 就是说其实美国的三艘航空母舰 已经倒入了太平洋和中国南海地区 这个目的其实最近他们进行很多的演练 演习也有发飞弹 这个已经是几乎是箭在悬崇 也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媒体报道 都已经说美国总统的律师 已经宣布了 他说已经要向中以一级谋杀罪 起诉中共政府 然后认为他在整个的疫情开始之前 就把所有的医疗物资全部扫光 扫空 然后又隐瞒数据 整个的撒谎 操控联合国卫生组织 还有许多别的组织 整个的就是蓄意的谋杀 被国际社会已经定性成为说一个秘诀人性的屠杀 这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屠杀 所以美国许多统计数字已经说这一次美国平民这个死亡估计是总数会死亡20万左右 所以这个已经超过了珍珠港突袭和911突袭的死亡人口的总数 也有的报道说他已经超过了美国历史战争 那个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伊拉克战争 科威特 还有阿富汗战争 这个平民死亡人数的总和 所以你就想想看美国政府 他是基督信仰的国家 就像以色列一样的 他如果是一个美国公民被无辜的被屠杀的话 他们绝对是按照圣经要讨回公道的 绝对不会罢休的 好的谢谢 今天我看到那个英国的首相约翰逊 他说在家里面隔离了十天以后呢 情形可能不太好 已经送到医院去治疗了 欧洲各国 他们政府的高官很多人都被感染冠状病毒 欧洲各国遭遇这样一个严重的打击 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全球 包括现在欧洲西方国家 还有加拿大 原先是比较左派的 跟中共所谓搞得比较火热的 还有点糊涂的这些左派 他们这些领袖 现在也在网上开始表明 这个看清中共 然后等这个疫情过了以后 都会向中共要宣判 要讨回 要惩罚中共的 所以马克龙已经讲了 然后英国首相已经住进医院了 今天 然后加拿大的特鲁多 他自己也一直在隔离 他的太太已经中招了 然后全球许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已经全部中招 所以这一次这个病毒真的是造成了天价数字的经济损失和政治损失 所以中共政府它这个投毒投放这些核心几个人物 他们这一次真是玩得太大了 他们终将正是会受到上帝和全球正义的人民的审判 我看到一个美国的议员 他发了一个推特 意思就是香港自贸区的这个地位已经不保了 美国和英国会联手一起来取缔香港这个金融中心这个自贸优惠政策 你对这个事有什么解读 是的 今天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同时的宣布 就是要取消香港独立关税自由贸易区这个地位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磅的 因为这个关键过去的差不多一年多 香港反送中运动 最终中共最怕的就是香港被 这个自由贸易地位被取消 但是最终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香港反送中 因着反送中抗争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就表明 中共一直想要践踏和破坏香港 因为什么道理 香港是我们华人社会 其实华人民族 在民族自由法治制度上面的典范 被英国人治理了一百年以后 真的香港人是非常的勇敢 聪明 智慧 又自律 又民族自由 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但是自从97年被中共收回了以后 中共政府其实一直是害怕 因为香港制度使大陆人民反省 觉醒 最后想同样是华人 为什么香港人他们这样的不一样 他们享受的生活自由民主是那样的好 所以中共非常的怕 所以中共一直在策划在珠江三角洲 要取代香港的地位 然后又叫嚣要把上海也取代造成比香港还要好 但是他们根本做不到 所以在最后他想破坏香港的同时 害怕香港这个典范制度影响到大陆的同时 他同时又要作为一个想以后进攻和侵犯整个西方民主国家 作为一个练兵场就像一个试验场一个一样的 他其实是个前奏 所以呢 他这样的把香港一个民主自由法座逐渐的变成他像大陆一样的专制制度 他是其实在他的时间表上 所以呢 我们坚信 其实那个华人社会香港人的抗争是有价值的 是非常的重要的 因着他们有自由民主法治这样的意思 很可能以后就是将中国整个大陆建立起民主自由法治的制度 他们是先驱是我们的榜样 然后借着现在美国出了这一招 同时我们也看到 那个美国美国已经在全球撤侨 把侨胞都撤回去了 这个行为同时就是标志着一个 其实热战也是已经见在悬上了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台湾和香港 看到香港这样的被楼领 所以呢 美国这次军方军事行动整个的都一起配合上来了 网上有消息讲中国可能第二波的这个疫情的蔓延已经开始了 有中国的国内现在在抢粮 然后面对国际上各个国家的索赔 中国政府这个时候他们应该做怎样的反应呢 所以讲到中国现在目前最严峻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目前他们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失业的问题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许许多多的失业人口 马上更多的要来了 因为他要疫情没有完全的结束 他又要复工 一复工了以后一看 欧美的西方国家的几乎所有的订单都没有了 这样就造成了更严重的经济问题 因为中共过去赖益生存的三驾马车 所以现在全部被打掉了 传统上讲的三驾马车其实就是投资消费出口 现在呢这个投资肯定没有了 然后订单取消的话那出口也没有了 那国内消费市场根本没有收入没有经济 老百姓怎么消费都不可能了 然后呢国内人老百姓这样的社会安定的这个基础不再存在了 一个没有工作的话失业的话那整个的国家就垮了 现在在搞粮荒 因为真的是祸不单行啊 那个北方的蝗虫啊又来了 然后又缺粮 加上中美贸易战和他现在在国际上的孤立的地位 然后政权又摇摇欲坠 这样必然就加速中共高层的内部斗争 所以那个最近也听到很多那个北京城装甲车啊 兵啊运进去啊 这些都是造成了制度的不稳定 那个有什么真正好的办法 那只有变革这一条路 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啊 当然希望中国变化能够成为民族自由法治制度这样的一个国家 人民老百姓都能够有信仰信耶稣基督灵魂得救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看中共高层那个互相内斗的这个结果 加上全球这个目前的国际氛围给的压力情况下 下一步怎么走了 所以呢真的是要求上帝保守 祷告的时刻 网络上有一个自媒体网红叫猫神 他最近发了一个推文 其实是很有煽动性 他说他愿意为中国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毒瘤能够被铲除 他愿意变成一根柴火 去加入那个焚烧这个共产主义这个病毒的这个行列 像这样的思潮 在这个华人和这个中国人中间是有没有市场呢 是的我也注意看到了网上有个推特就是叫猫眼看世界 这个猫眼他说了对中共这个七十年的邪恶政权来说 在行将就木之际任何一点火星都可能引起冲天的火光 彻底摧毁这个腐败堕落的政党 他说猫神不才愿意成为一把干柴 只等那一点星星之火 我愿意扑向那充满朽木气息的腐烂的共产主义大厦 亲手点燃这个邪恶的政权 还世界一片朗朗风轻月朗月明 那个这一段小小的这些话 这其实他非常具有代表性 其实中国大陆内部真的也就是一对干柴了 整个的社会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个一年有几十万的 有三十多万件大大小小的冲突 警民冲突和社会冲突等等 然后特别是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莫名其妙 造成了许许多多几万个可以说真的是几万个家庭的失去亲人 然后老百姓现在马上又没有工作 生活马上落入了非常艰难的境地 所以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 其实从各个高层 所谓的民间高层那些民营企业来说 他们其实就是面临了一种公私合营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当刚刚那个所谓的解放大陆的时候 其实他们中国中共就干过这些事 表面上对民营企业很好啊 欢迎你们留下来啊 但是美国两三年以后全部把他们收归国有了 所以呢现在的那些民营企业家 其实这个不是被割韭菜的问题 就是被搅枪 然后把所有的财产都会被掠夺到中共政权里去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其实网上很多大家已经看到了 那个阿里巴巴马云的被退逼啊 还有那些最近发现的那些房地产啊 怎么潘石屹啊 那个王健林啊等等以后 这一类的事情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呢其实我们盼望中国老百姓动荡灾难 这个情况发生的少一点 但是突破突变是必定要发生的 这个的确这个朽烂腐朽的公产主义大厦 可能是到了最终的那个被结束的时候了吧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呢这个网上有一个张伯丽牧师 他他拍了一段视频 说自己呢是冠状病毒检测阳性 请弟兄姊妹为他带导 因为他在这个华人基督徒中间是很有影响力的 他这个视频一发出来呢 就全世界迅速的就传开了 我也看到有牧师问他 说你真的得病了吗 他就回复人家说 因为是愚人节 他开了一个玩笑 就这样一件事情 在我所知道的这个华人的基督徒圈子里面 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有些比较爱其他的人就说 也没有关系嘛 愚人节一个玩笑 但是有一些比较很认真的基督徒呢 他们就说愚人节本来就是要把那个谎言 冠冕堂皇的到处去乱说 这个是个属世界的一个活动 你作为一个牧师就不可以去纵容这样的活动 他不但不阻止还自己去参与进去 有人甚至责问他 你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吗 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待 的确最近在我们华人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在华盛顿地区的海外基督徒社区当中 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张伯利牧师 他在愚人节的这一天 他跟大家说 他是得了新冠病毒的阳性 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们为他祷告 其实这个是张牧师他在愚人节这一天 他开了一个玩笑 这个不是真实的 但是在基督教界社区 这个整个的许多基督徒朋友来说 的确引起了很多两派很不同的意见 有一派说张牧师也是性情中人 他是愚人节这一天 他开了个玩笑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在意了 在乎了 也就那样的把它当作一次玩笑 大家也就这样 不要穷罪门打 也不要认断控告他 但是另外一种观点 觉得这个愚人节 这个是世界上的一个节日 然后呢 你作为一个很有名声的 大家非常尊敬的 这样一个牧师 你说你在这个愚人节 世界的这样的节日 张宗又说自己其实是骗大家 然后呢 要求大家再为他这个事情祷告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看上去 因为大家 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祷告 是要跟上帝连接 上帝连接的 所以 但是他们祷告的内容 是建立在你这个虚传的玩笑上面 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事实 所以很多呢 弟兄姐妹也说这个觉得张宗是一个很大的罪 所以也是造成许多的基督徒兄弟姐妹很大的失望 确实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的确不是跟很严肃的一件事情 那个作为这样受人爱戴的 然后作为一个六师民运领袖 然后能够被主高历成牧师的这样一个事情 的确是有点 那个应该跟上帝要献祭 要有点悔改的这个状况 那当然这个也是 这个张牧师与这个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的 那种彼此的祷告吧 所以我们也不在这里 更多的去控告批评和论断 所以我也劝弟兄姐妹们 也继续的怜悯 爱戴我们的张牧师 继续的为他祷告 也愿张牧师从这个当中能够吸取到一点 这个其实跟着世界上的这些节日 我们基督徒是不过的 然后更不能在上帝面前 要大家弟兄姐妹为这个事祷告 这个神他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惜 但是我们继续的怜悯 爱戴我们的牧师吧 我们大家都安静为他祷告 我想 好的 谢谢你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你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的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满心欢喜 感谢 赞美你 借助这个疫情 主啊 你要成就你的大事 借助这样的疫情 你要万民能够反思 反省 悔改 回转到你的面前 愿你继续的吃我们基督徒以信心 在这个危难的时刻 我们凭着信心 凭着圣经的话语 为世人做见证 也愿众民万民各国政府都能够悔改归向你 也使更多痛苦灾难当中的百姓们 能够得到安慰 得到盼望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